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一节课呢 我先给大家介绍了 在做项目中常用的一些 空间的开发和使用 那这节课呢 是上一节课的延续 因为在咱们上一节课的时候 介绍一个CKACTOR 那个文本编辑器 那如果你就想 把一个文本编辑器 放到你项目里边 然后插到数据库 那上面那种结构就已经可以了 但是呢 如果是在文编辑中有上传Flash 上传图片 那这样的情况 我们处理 又该如何处理 那上传后 如果在删除文章的时候 我想把这篇 添加这篇文章中的这些图片 也一起删掉 又该怎么处理 所以说 你如果考虑的问题越多 你的程序就会越复杂 那你的代码量 也就会越来越多 如果你不考虑上传 那好 前面呢 咱们一条代码就可以搞定了 如果你考虑上 如果你考虑上传 那么你再需要多写几个方法 而如果你要考虑到删除文章的时候 将上传之后的图片和Flash 也一起干掉的话 那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就会更多 所以说 这几个咱们重点就是 在添加文章的时候 咱们去做一些上传 去处理 这样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 像这样 Blockhost BloCMS 假如说 我在添加一篇文章的时候 Admin AdminCGIT 比如说 添加文章 我们在这里边 在 比如说在 PeerP的分类下边 我们添加一个 Hello 的一个文章 文章简介 咱们就随便写了 然后 这文章内容 在文章内容里边 你看 我可以点图片 上传 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 比如说右键 属性 看一下 如果从别的网站上 演用图片的话 你 直接 把这个地址 粘到这来 你看 就可以了 然后 确定 这个图片就过来了 如果是 网站上没有的话 比如个人空间 或什么没有的话 你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为这篇文章 上传一个图片 比如说 这个 上传到服务器 我可以调成大小 比如说 200 乘150的 确定 就过来了 所以有两种图片的方式 当然还可以 上传Flash 也跟刚才一样 Flash 也可以上传 上传到服务器 当然这里边 我机器里边 本身没有Flash 我就不上传了 是做法是 一模一样的 那我还可以上传多个服务器 上传多张图片 比如说 我再上传一个这个 上传到服务器 这话指定 200 乘200 然后 我添加文章 看文章添加成功 管理文章 我们就看到 有一个这文章 那默认管理文章 添加是审核过的 所以我直接点击文章显示 看一下 你看这里边就会 有这篇文章 有这几个图片 而且你看 我在里边 已经处理了 加了一些水印 已经处理 加了一些水印 中间的位置 可以隐隐约约的 看到一些水印的迹象 那这就是一个 添加过程 当我刚才 有两张图片 上传的 我在删除这篇文章的图 同时 我需要把这个图片 也顺便删掉 不然的话 只有在这篇文章 用的图片 如果你只删文章内容 那图片不删 那这个图片就永远成为垃圾 会一直占着你服务器的硬盘 如果这样的记录越来越多 那你垃圾文件就越来越多 这都是属于一种浪费的行为 但是呢 好多成员都没做贼一点 只是添加的时候 他解决了文章添加 没有解决删除文章的时候 顺便把图片删掉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咱们就教大家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了 如果不解决 你有可能会省两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要解决这个 你有可能会两个小时 或者四个小时都在处理这个功能 越往后处理的时候越复杂 那好 咱们就仿这个功能 咱们先实现文件上传 还是借助于咱们原来的这个项目结构 比如说咱们先做一个文章类 假如我发布文章 article.class.prp 然后在这里边 有一个方法 classarticle文章 faction 有一个添加的操作 需要一个添加界面 然后呢 有个insert操作 往数以固添加的一个操作 那好 我们现在 假如说我们再有一个修改的界面 mod 当然了 我就只是显示 把那个修改的内容拿出来 就即可啊 那这个文章呢 比如说我们就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文章标题 然后文章内容之类的 或者是文章作者 就是三个字段 所以我简单的创建一个这个表 你看啊 mysecure-u root-p123456 然后进入到 细说prp这个库 crete创建 创建tev表 细说下传线的artseo文章 里边就有个id int not非空 utu 下传线 incremint primry ky 主件 然后比如说有个文章呢 标题 嗯 有个文章的标题 比如说是 呃 v char是50个字段 然后有个作者 呃 作者 比如说是 char 30个字段 然后有文章内容 con tnt 然后test 文本字段的 哦 我们现在呃 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呢 这个表已经存在了 删除表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下 啊 dst 看下这表结构 就很简单的一个表结构 我们只要把数据能插进来 就可以了 现在数据是没有的 from 从 看一下 然后这里边有些细节 当需要处理一下 比如说 我先写一个添加界面 呃 这是里边的 呃 d play 在写的界面之前呢 我们需要 既然是添加文章 需要在页面上出现 咱们所说的 呃 文本编辑器 所以呢 我们用上几课介绍的方法 比如说 这块 呃 做一个文编辑器 那我们首先 as 先分配一个 比如叫做 ck编辑器 那这个呃文章的名 就是跟数据库这个内对应的内容 那就是con tnt 然后用它全格式的 然后高度是300的 然后呢呃 默认颜色 比如说 现在是灰色吧 f a f a f a 这样的一个呃 文本输入框拿过去 然后 这个表单写完之后 用的期待到这里 好 我们现在需要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 视图里面 建一个模块 叫做文章的模块 a r t i c l e 在这文章的模块里边 我们需要建一个 a d d 添加表单 那添加表单呢 我这里边就减写了 呃 你可以直接去写action 提交到 $ url下边的insert 然后提交方法 我们用post 然后这里边呃 分别使用文章标题 标题冒号来一个input 类型等于tst name等于标题 微标值等于空 然后文章作者 文章作者 然后input类型等于tst name等于author v标值也是等于空的 然后文章内容 那这块就直接用w c k 然后这块来一个添加按钮 嗯 添加按钮 咱们这块就是submit name 就不用写了 v标值等于 添加文章 就是这样的一个表单 那我们来访问一下 直接 loghost 嗯 吸收prp下边的admin.prp下边的文章 article下边的add 好 就出现一个这个 哦 这块文本编辑器 这块 咱们 有点问题 看一下啊 c k 啊 这块写错了 应该是用form 冒号 一呃 应该是editor 它是这个的参数过来的 额粒分泌过来的 那我们就来刷新一下 哦 f o r m form c k 这个 actor 嗯 类 两个冒号 刚才都写在一个参数里了 好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这样的话 就有这个添加文章都没免弃了 那 默认看一下 这个上传 好不好使呢 是好使的 为什么默认是这个好使呢 因为 你 如果下载这个插件 它专门为 上传 有另外一个插件 大概是几兆的一个数据 那个用起来实在是太繁琐了 里边能帮你上传 什么都能干 但是用起来实在是不灵活 所以呢 我想了一个招 就专门 在这个里边 看一下 咱们找到class 动表单 通过这个参数设置 默认是真 就是允许上传的 但是允许上传 上传需要自己处理 但是自己处理 也比用什么 用系统里边 给我们提供那个几兆的东西 又灵活的多 那几兆的东西实在是太繁琐 如果你这块是假 也就是我在最后一个参数 存假的话 这块 就不允许上传 你看一下 那不允许上传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看 这块就没有上传按钮 只能够将别的地方 比如说 这个属性 有URR的地方的图片 我们把它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加过来 你看 只有是这样的可以 上传的是没有了 只能练别的网站的链接 这样的话 也很方便 那你专门上传的文件 单独管理 就像咱们后边项目是 专门有个图片管理 你只要把地址粘过来 就能把 放到这块 然后所有的图片 都会用图片管理的方式 增刃改刹 去处理 但那样不太灵活 如果想使用上传的话 你这个参数 最后一个参数就变成真 也就是这块 不写 或者是这个都变成真 然后上传在哪处理呢 咱说抛开那两兆多的 那些插件 怎么去做到 因为系统里边 只要是你在这里边 指定这个属性 指定一个脚本 当然对于档上来说 就指定一个操作 你指定到哪个操作 那么在这个操作里边 处理上传就可以了 如果这里边指定图片上传 这是指定fly上传 那图片上传 你可以放在这里边 fly上传操作 你可以放在这里边 当然了 假如说我现在 只针对图片去写 fly上传他来写的过程 是一样的 你看 提交到本模块的 up image 所以呢 我只需要在这里边 做一个 faction up image操作 那上传的图片 就会 跑到这里边来 比如说打印一下 $下路线 files 好 现在 你看我刷新一下 这里边 允许上传的 然后浏览图片 比如说 这个 上传的服务器 因为我那里没处理呢 那上传服务器 这会输出内容 因为它这个插件的限制 我们只要看一下 它那个上传的表单名字 因为它采用的是 一部上传 看 上传 上传的名字 就是这个 就叫什么 upload 然后里边 看一下啊 这个位置比较小 里边有名字 是什么图片名啊 上传的类型啊 等等等等 是就是在什么 就是我们在这里边 打印出来的这个 所以在这里边 用我们自己的图片 上传类去处理 就可以 上传到服务器 那 我们在这里边 处理一下 直接用up 等于new 文件 up roid 文件上传 看一下 直接 new一个这个 进行文件上传 文件上传的功能呢 是咱们前面课程介绍过的 那你上传之前 你可以比如说 设置一下缩放 up 什么都可以设置 比如设置 允许的类型 alowtyp 比如说 我只允许 什么类型的 ary 只允许 jpg png 还有 gf 等等等等 这都可以设置 然后比如说 我还可以设置 上传的图片 有可能太大 比如设置一些缩放 set 或者加水印 都行 比如说 thumb 缩放 然后缩放的宽度 假如说 我设置成 比如说 不超过300吧 缩放的高度 也让它不超过300 让它等比例上传 然后 我处理上传 如果 dollfup里边 有个up roed的方法上传 传的方法名 刚才咱也看到了 通那小缝隙看到的 也叫做up lod 也叫uplod 否则 就上传失败 这会儿就上传成功 这会儿就上传失败 那上传成功 我们就会有一个 文件名 就通过哪块 会获取到呢 up里边 有一个 get get file name 获取到上传的文件名 如果上传失败 我们就会通过一个 有一个错误消息 通过谁呢 up里边 up里边的叫做 get er msg 获取上传的错误消息 那 首先我们要明确 这个上传 它采用的是 分针那种上传 也就是类似于 去模拟 阿杰克的上传 那分针那种上传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里边有个 其实是有个iframe的 一点 这是一个iframe的 一个窗体 然后你浏览 图片 然后一点上传到服务器 上传 然后上传的服务器呢 你 你这里边 比如上传到 这块 你怎么把上传的图片 再放回去 就像这个功能 你看 比如说 添加文章 在这一步怎么做呢 上传 浏览 上传到服务器 你看 怎么把图片放回来 因为刚才是peerp端的 你要想把图片放回来 那你就必须怎么的 想把图片放回来 必须在peerp端 把数据 咱用GS去设置 那如果peerp端 用GS设置的话 那这会就得 使用GS的东西 那使用GS的东西 获取咱们的CK文编辑对象 才能找到这个窗体 所以这块 CK编辑是有一个固定代码的 什么呢 是这个 如果你想找到这个 窗体的话 那你必须怎么的 你必须要输出一个 给输出完就结束 要输出一个什么呢 JS 也就是你把东西 还得交给客户端 还得交给客户端 你就得用JS 对吧 输出JS 然后window点 是本窗体 window点 是输出的 因为刚才文件上传 使用的是一个FRIM 是FRIM窗体 那你想回到外层的大窗体 那你就得什么了 PR ENT 找到外层的大窗体 外层大窗体里边 你看 这话 这个窗体里边 我先关掉 代表文本编辑器的是一个 这个对象 查看原文件 你看 文本编辑器 是一个这个对象 它是在这个JS文件里创建的 它代表这个整个的 文本编辑器对象 所以呢 我通过这个FRIM分针 我找到外层的大窗体了 大窗体 我又找到这个了 然后通过这个对象 才去设置 那 我们 输出 这个找到副对象 然后 CK EDI CK EDI TOR 找到那文本编辑器了 那文本编辑器里边 有个工具 当然这都是手册里边 CK EDI 里边提供的 有个工具 工具里边有个回调方法 就是调用一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边 我们在这个方法里边 我们去处理 它有什么 这方法里边 它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固定的 固定什么呢 因为它会通过 UR GET 传过来一个 方法 一个调用数 这个呢 其实是固定的 第一个参数是固定的写法 当然是固定的写法的话 那我就需要在这话 既然是GET传过来的 这是第一个参数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参数名 这我记得叫CK EDITOR FUNC NUM 是这个参数 它是固定传过来的 函数的一个数 你这一区不用管 而第二个参数和第三个参数 比较重要 如果传第二个参数了 那第二参数就必须是你上传那图片的一个 外部根目录的一个绝对路径的值 你只要写的路径 他就把这个路径放进去 那这个图片就放上去了 如果第二参数是空 你第三个参数有值 比如说EROA 我写个错误 你知道 这块 如果第二参数为空 第三个参数写错误 那它就会弹出一个块来 哪怕上传上去 它也会弹出一个块 比如说 上传 浏览 上传的服务 当我这块有一个错误 找一下 这个错误原因在哪 找一下 工具 调用函数 这块是CLR调用函数 然后编辑数 再试一下 关注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然后 上传图片 浏览 你看 哪怕现在上传成功 谈出的错误 也就是你只要有第二个参数 它这块是框架里边 给我这个分针 这个CX给我提供这条约 如果有第三个参数 就是错误消息 如果第三个消息为空 你这块是一个路径 ABC 下边的BBCC 斜杠的A.JPG 那你只要这块传一个图片路径 就会返回去 这个图片路径 那 这块 上传 浏览 随便找一个 上传 好 你看一下 就会把这个图片路径放在这 如果这个图片路径正确 那这块放的图片就会是正确 所以上传之后是直接把路径拿过来 它到底在通路径 再去找的一个图片放在这 如果路径错误 这就错误 所以我们这块就用这两个参数去组合 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 我先 这块既然有一个文件名称了 那我们这块 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名称 组合成一个路径 WPTH 这路径在哪呢 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 路径 这个路径呢 是我们默认传到了 Publike下边的Uploads下边 所以呢 我们只要 在这块 指定好这个 路径就可以了 路径我就叫Path Path呢 比如说就是 直接写一个叫 B下方线 PUBLIC 在Publike下边 这得是web前代去访问的 根据前代路径 uprods下边 在这个下边呢 这下边的图片名 file name 好 我如果在这个地方 放的字符串是 $PATH Path 拿了我这块 得是连接这个Path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上针成功 那如果上针失败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 错误消息 把前面这个 字符串是空 后边这个 错误消息 mess 但这个错误消息呢 你尽量别这么用 因为错误消息呢 他怕这里边有RTM标签 因为咱们这个 我在写这个类的时候 其实他返回的是带格式的 带PRE的那些格式信息 是这里边是存在RTM标签的 所以呢 RTM标签再往这里边放的话 是放不进去的 所以我们这块 尽量去处理一下 把这个RTM标签给去掉 直接用这个就 STR IP 下方线 TAGS 用这个就可以把它里边 RTM标签 格式取掉啊 好 这我们看一下 文件上传可不可以 关掉 浏览一个图片 上传 假如说我上传一个错的 嗯 左面上 或者是 我的温档 图片收藏 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 嗯 BMP的图片呢 是不支持的 上传服器 哦 这块 那两句 这个 外层 我就要加上 一个 嗯 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 嗯 帅号 咱们试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 打开一个 小心一下吧 找一个不支持的 这个 BMP的图片 好 上传它是出错 未允许类型 这就不支持 那我找一个支持的 比如png支持 上传的服务器 好 这时候可以指定 比如说 220 确定 就加进来 看原代码 加的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 嗯 把这个问题 给解决掉了 然后我在添加文章的时候 文章标题 文章做这 然后内容 你看啊 我这里面不光这个 我这里面表情什么 都可以添加 因为我这里边还没有那什么 再重新添加一下 添加上传一个文章 上传的服务器 然后再添加个表情 好 然后我们看原代码 这里边 这里边都是这个路径的地址 这块用到咱们现在写的这个相对路径的地址 然后宽度高度300乘300都有了 那加入到服务器就很简单了 但是你看加入到服务器的格式对不对啊 这里边 我直接使用 我直接使用 我直接使用D方法 ARTA CLE等于D ARTA CLE 你看啊 如果Doller for ARTA CLE里边有一个 Insert插入Post 我这话就直接 调用Z4里边的 SUCCESS 添加成功 然后让他一秒钟转向ADD 重新评价 否则添加失败 Z4里边用一个EROR 添加失败 当然要做一个程序的时候 要考虑的问题非常多 ADD 好 我们试一下能够加入的数据库 做这 AABV添加 添加成功 然后继续添加页面 我们在这话 select 形容 from从 ARTA CLE 我这话用斜杠打击 好 文章标题 做这 你看啊 进来的时候 这里边 看一下效果 进来的时候 这里边所有的标签 或者什么 都给我们转成了实体 看一下 都给我们转成实体 这转成实体是怎么做的呢 这种转成实体对不对呢 看一下 尽量别这么去做 因为本身文编辑器 它就是一个干嘛的 它就是一个工具 它已经帮我们 假如说我们添加的数据是这个 html 斜杠html 发布一个是技术文章 技术文章里边有html 如果我们 转译了 那系统会帮我们再转译一次 工具转译一次 系统再转一次 这样就转译了两次 因为什么 因为在咱们框架的底层 你看好了 我注意你看一下 宽件的底层 在这里边 添加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将所有添加的 上面 在做检查的时候 就已经加了这个 转成实体和双眼号 这个去掉双眼号前面的转译 已经做了这两件事 所以既然已经做了这两件事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的 让部分不这么去干 怎么不这么去做 只要第一个 比如传的是post的 那第二参数 如果是零的话 就所有的表单 文章 作者 标题 全部不转译 如果只是问编辑 因为全部转译的话 不安全 所以只是文章内容不转译的话 我只要放一个数组 哪个不想让他处理 比如不想让他转成实体的话 你就直接这么写就行 那 好 我们就会再来添加一下 同样的数据 比如说 再添加一个上传 浏览 随便 找一个图片 上传的服务器 我在这里边再添加个表情 这都带标签带引号的 添加文章 好 添加成功 我们再同样看一下 记住 你看 这回的时候 标签 批标签也好 或者是一面的标签 就跟上面一样 没转着实体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问题在哪呢 看好了 所有的 单眼号 双眼号 都没有了 而这斜线还在 因为那斜线都没处理到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往数据库插入的时候 你原来的这个自污串 比如说 这样 浏览一个 上层的 你看一下 这是程序的原代码 而这个原代码 在写四颗语句的时候 你看 insert into 比如说插入到 这个表里边 article 这个表里边 v6值 你看 假如说外层 我用单眼号 一个值 粘贴 那单眼号里边 有双眼号 有可能还有单眼号 如果用双眼号 去做外层的话 外层也有可能 有单眼号 有双眼号 这就很麻烦 所以咱框架的时候呢 里边也有一个 这样的机制 你看 框架 我做了一个 过滤的机制 在这地方 会把你所有值中的 单眼号也好 双眼号也好 直接替换成空 直接替换成空 所以呢 咱们需要 替换成空就没有单眼号 双眼号了 所以以后你在 在昧转成实体的情况下 昧转成实体的情况下 像文章这种配合工具用的情况下 你怎么办 你得自己处理一下单眼号 双眼号 只需要把单眼号 双眼号转成实体 其他不需要转递 所以呢 咱们为了 让它存的更好 这篇文章 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 在处理这个时候 在之前 大罗夫下号线 post 你看 修文TNT 先把里边的什么 呃 单眼号 双眼 这个 单眼号双眼号 之前表单 提交为了安全 他会给我们加个什么 加个转印字符 我们先自己 先把这个 转印字符 我们先把它 呃 去掉 这就很容易去掉了 比如说 直接用 Stri P S L S H E S 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去掉 post 里边的 看一下 去掉表单里边的 转印字符 那我们一步一步来 我们看一下 这块添加的时候 就会变成什么样 还是就得 一个字无策就行 我们再来 查询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 就不像上面这个 有两个转印字符 单眼号前面有转印字符 单眼号这又去掉了 所以你只看到了 转印字符 这就没有转印字符 但是呢 SRC和LT的属性 没有单眼号双眼号了 这又是一个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需要 只把这单眼号双眼号 转成尸体 那我们 还需要多做一步 因为你要是 不用这个工具的话 这工具本身就是 处理过尸体一次 如果不用这工具的话 什么问题都没有 但是用这个工具的话 你不用这工具 其他都是转成尸体的 有RTM标记 都不会冲突 但是用这个工具 你就得自己去转一下 比如说 用STR 下落线 REPLAC 替换 将谁替换呢 将 等一下 这个文章添加自乎串里边 将里边的 双眼号和单眼号 替换成对应的 把双眼号替换成 安德福 比如说 QUOT 不全替换 只替换代号双眼号 把代言号 代言号对应的实体是 安德福 警号 039 替换成这个 那这回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选择一下 一个图片 上传 浏览 上传的服务器 原代码是这个的 有代言号双眼号的地方 添加文章 我们这回再来看一下 你看 这样的话 就两个双眼号是这个实体 双眼号这个实体 这样的代言号双眼号就不缺了 有这个实体 然后咱们在显示的时候 那自然就会把这个实体怎么的 你放在工具里边或什么 在输出的时候 自然再替换成双眼号代言号 就是完整的一条语句了 所以添加的时候 注意一些这个细节 这是大家经常说 处理这个上传 添加数据比较乱的原因 因为你数据 有很多细节需要处理 没有处理 所以大家不太明白的话 视频你可以反复看一遍 为什么要处理这个代言号双眼号 然后你在显示的时候 你需要比如读出内容的时候 在这里边 假如说 我这里边再做一个index faction index p 这块输出 输出什么呢 d article文章 serect select 在摸摸板里显示的时候 你看一下 像上面的都没有图片 而这块 如果想象他有图片 比如说我想输出 这个id刚才是第几个 第四个 我再反替换一下就行 也就是每次在 每个在输出的时候 假如说这块 id是四的 把它找出来 只输出 只输出 只输出这一个 把他数据给 fnd db dft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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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现在换了个位置 将谁呢 将这个 放到第一个参数这块来 这块换到第二个参数 就反过来替换 替换回来 然后哪个替换回来 Data里边的 Cuntnt 这样呢我们在输出的时候 就是完好的页面了 当然我这块 没有输出 比如说我这块 i call一下文章内容吧 就不用模板去写了 Cuntnt 对呀 CoN 这块写错了 Tent 这图片就出来了 那代码呢 查看原文件 你看 就是一个完好跟数据库 你保存钱的代码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这是一个细节 那咱们上传就处理完了 上传就处理完了 也能添加成功 那下一步 咱们就要考虑什么呢 上传是处理完了 那我当我删除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如何能删除这篇文章 所有上传的图片呢 这个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些 怎么办 你可以想一想 那这块呢是一难点 那有可能有 有些人有一些其他的做法 那我通常我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将上传目录这个 现在当文件都是上传到 咱们可以看一下 上传到这个下面 看一下缩略图 这咱们一直上传的 做一些实验的这些图片 我可以都删掉 都删掉 上到这个目录下 那如果我能做到 上传一篇文章 就添加一篇文章 这里边就建一个文章ID 比如上传的D是56篇文章 那就是56的这个文章ID 然后把上传这篇文章的图片 都放到这里边 当我删除ID是56的时候 我就要把这个目录也删除 这样的话就删除文章的时候 你也删除对应的 跟ID相同的目录 那不就顺其自然 把这个文章的图片 也就删掉了吗 所以奔着这个思路去想 那既然奔着这个思路去想 那就有一个问题 咱们也需要处理一下 什么呢 因为在添加文章的时候 添加文章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件事没做 什么事呢 现在 比如说这块 ADD 那咱们也知道这个方法很好 就是添加图片的时候 顺便怎么办 比如上传 现在我一点这个的时候 其实图片已经上传到服务器了 而我文章还没添加呢 你看一下 图片已经过来了 但是我文章还没添加呢 哪有的这个文章ID啊 那没有这个文章ID 那怎么能创建这个 怎么能把这个图片放到这个文章ID的目录下呢 怎么能跟这个文章对应上呢 所以呢 咱们要 这个时候 咱们就要想一个办法 什么呢 将添加这个过程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用这个添加 而另外一部分去更新进去 另外一部分是将内容更新进去 所以我们就好办了 怎么弄呢 因为只要是你能有这样的删除文章 再删除目录 那功能就很容易了 我就不用多说了 比如说这块 $C1TNT文章内容等于 等于这个 文章内容等于它 然后我UNSET 删除文章内容 这样的话在post里边 数组里边就没有文章内容了 你看一下 post这里边就没有文章内容了 所以插入的时候 post也不会插入文章内容 也不会插入文章内容 那你这块就完全可以怎么的 也不用去转译了 你直接用一个什么 用个1全过滤就可以了 而这块在插入文章内容之后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再有一条更新语句 因为只要执行插入语句 只要执行这个语句 那就会返回最后的那个 什么last的最后插入的那个文章ID 它返回是最后插入的文章ID 如果返回最后插入ID 那这块就是成功的 比如说LAS 跟刚才写法差不多 rstid只是我换成了几行来写 然后这块 但是这个插入 只插入post里边 删除这个数据之后 它只剩下标题和作者了 文章内容没插进去 如果插入成功的话 再用一条更新语句 比如说 article 再update 更新语句 更新什么呢 更新 让这个ID 是 lastid 最后这个ID 内容是 看一下 同样跟刚才的效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把添加 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添加前两条记录 和一个更新文章进去 效果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来 刷新一下 比如说 上传一个图片 添加到服务器 这话 这是文章内容 AA BV 那在这个图片之前 我来一个 WW 我们就看一下 ABW 在不在一起 update 这块 ARTA ARTA CLE AR 是吧 名称写错了 TICLE 好 直接刷新就行 天下成功 好 天下成功 我们就看一下这块记录 AB 然后W 在一条记录里边 和上面其实插入的方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分成两条语句 那分成两条语句 我现在就知道什么了 就知道 或许最后的这个ID了 就知道或许最后的ID了 那我在这会创建一个这个文件夹就可以了 创建文件夹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用户不选择 就是没有上传 就是他添加一个这样的情况 他没上传 就这个 我想添加进去 你看也添加成功了 没有图片上传 你也创建文件夹吗 不需要 那你怎么知道用户选择上传了 而且上传一定在发生在添加和更新之前 所以呢 咱们需要在上传的时候 先将这个上传放到一个临时文件夹下 上传放到一个临时文件夹下 这就是咱们 最需要处理的一部分 然后从临时文件夹下 再把它怎么到 移动到 咱们指定的文章ID的目录下 所以说在上传的时候 咱们指定这个上传的路径 把它上传到这块 因为他默认是Upload的路径下 如果想挤到决定路径的话 就当前下边的Pub Lake Pub Lake Pub Lake下边 Uploads下边 那比如说有个临时路径下 那就是TMP 咱们的框架会自动创建这个文件夹 先放到这 所以现在上传的所有东西都不是在这了 而是在一个临时文件夹下 你看 而是在一个临时文件夹下 比如说 小心一下 浏览 上传的服务器 当我这些组合的时候 也要从 先从临时文件夹那会儿 去组合Upload 这会儿有个TMP 这会儿直接补上吧 TMP 斜杠 这有了 然后添加 这文件 那就是在这会儿临时文件夹下 现在在临时文件夹下 然后呢 我们怎么知道用户是否上传了文件 上传了文件 所以在上传的时候 用户如果有上传的话 我们最好将用户上传的一个文件名保存到Session里边 如果上传多个的话就保存多个 用Session记录一下 比如说Session记录 A-R-T-I-C-L-E文章里边上传等于File Name 这是什么 这只是一个文件名 看一下 上传一个文件就会把一个文件名记录这里边 如果这里边有文章 那我们在这会儿 如果删除的时候 当然就把它清除了 或者添加完就把它清除 这都可以 你看 我们在这会儿 在上面这会儿 只要做一个判断 我们就可以搞定 因为用户只要上传的文件名 就会加到Session里边 所以呢 我们这会儿判断 如果 ENPTY判断谁呢 $下滑线 SESSION 判断Session里边 A-R-T-I-C-L-E 这里边有没有 如果它里边 不为空有数据 那有数据就证明什么 证明 用户上传文件了 上传文件了 然后我们就是 做一个原路径 等于 比如说 在当前目标下 POPLAKE下边的 UPROADS下边的 嗯 这个下边 这是咱们上传的那个原路径 下面当然有一个呃 临时路径了 然后再来一个新路径等于 比如说这里边我们用呃 原路径 这里边我们做一个新的路径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会儿用一个呃 行啊 原路径 这会儿加个TMP 这个路径 然后我们要新的路径就是什么 点鞋盖 POPLAKE下边的 UPROADS下边的 TMP 就不是TMP了 我们想建一个跟什么 跟这个目录名相同的一个路径 就是ID相同的 RASTID 放到这个下面 当然了 如果是 这个路径不存在 我们肯定得需要创建了 路径不存在的话 我们当然就需要创建这个路径了 那 呃 原路径 最后ID的这个路径 好 这俩路径都有了 然后我们就需要怎么的 这里边有可能有多张图片 所以每张图片都需要处理 那我们就得循环这个速度 FORH FORH $下号线 SESI I文Session里边 判断 ARTSLE 判断文章里边 有没有 一个文件 辨量出每个文件 然后呢 替换这个内容 等于 就得是 STR下号线 REPLACE 将原有临时目录下的 临时路径下的那个文件 替换成现在ID对应的 这个文件 那也就是将这个文件里边的 嗯 这块应该是 TMP 有临时文件下的 这个文件名 替换成 咱们是 啊 最后 ID下边的 Dollar for File 那文件名 其实文件名是 呃 可以不动的 然后 文章内容 这样的话 我们就将文章中的 TMP 因为现在上传之后 在文章中 你看 这样 这都是TMP的 我得换成 他现在的ID的 因为你把东西烤过去了 你这个也得 拿过去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只是将文章内容去创建了 但是呢 如果 在 便利每个 呃文章的时候 如果这个路径 不存在 那我们就得需要怎么的 创建一个 假如说 如果 谁呢 File 下号线 下号线 ISTS 谁不存在呢 这个 PASS 就是这个ID的文件 文件夹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怎么的 去创建一个 这里边 使用 MAKDR 创建一个 PASS 然后 0755 给一个权限 当然这个代码我们最好写在 上边 你不要路径 写在上边 然后 现在就是 两个文件夹 这是原来那个文件夹下边的东西 这是要考到新的文件夹的东西 所以呢 文章中内容的 临时文件夹下的这个文件 换成最后ID这个文件 不光这要换 然后呢 还有什么 真正的图片 也要从临时文件夹下 考到这个文件夹下 所以这会儿 需要两个步骤 一个是文件换过去了 一个是 拷贝内容 咱们用文件处理 Rename 将 SR7 原路径下的 原路径下的 连接这个 file name $ 原路径下的 换到哪去呢 新路径下的 file name 就把这个文件 你从临时文件夹下 考到这个ID的 对应下 现在 不是临时下吗 考到创建一个ID 考过去 然后文章中的考过去 现在在文章中的 你看 还是临时文件夹下 所以只要是有这几步 就可以过去 然后都处理完之后 你上面的循环考完 这塞神数组 就应该 它已经考过去了 你就将塞神里边的 什么 ART CLE 它等于空数组 将它不存在了 然后再更新内容 加这几步 就可以 实现这个 比如说 这块 666 777 我换一张 假如再加两张图片 上传 上传的服务器 决定 然后再加 上传 上传的服务器 好 两张图片 那这个是原来的三张图片 现在我只上传上去了 现在都在临时文件夹下 你看 这两个文件 这几个文件 都在这临时文件夹下 现在 我需要 一点添加 添加成功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文件就过这边来了 而这个临时文件夹 有没有呢 你看 临时文件夹 这是上一个存的 就没有了 就一道的ID是8的 那这篇的ID是不是8呢 你看 ID是不是8 对吧 而这里边的路径内容 你看 原来咱们添加的时候 是临时文件夹 你看这里路径 ID是8 而这里边文章内容中 找一下 细说ppppublic uploads 这里边怎么还是 临时文件夹下 真没替换过来 等我再试一下 看这哪出问题了 将临时目录下的 file name文件夹下 替换成最后ID下边的 这个file name sysln session下 文章下 我再试一下 上传 这会就加一个数据 咱们好看一些 换一张图片吧 上传的服务器 好 这会是临时文件夹下 看原码 这是临时文件夹下 没问题 添加文章 酒目录 临时文件夹下 没有 酒目录 已经有这个图片了 现在 我们需要看一下 这个地方 看酒下边的 upload 酒下边的 因为上面是那一层 没更新 这样的话 刚才咱们在这看到的是 临时文件夹下 到这下边就酒下边的了 所以我们再读出这个数据 比如说 在这块 id等于酒的 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能获取到的 index 这个地方是实体 我没处理掉 因为怎么办 实体这块 我们更新这块还差一步 更新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第二个参数 把这个不样的实体转换 修文tnt 那这块 已经要改成实了 下一条记录 我再添加一篇文章 add 上传 浏览 上传的服务器 好 再来一个 添加文章 文章添加 看下数据库里边 第十篇文章 文件的路径都是10 然后文件路径都是10 文章的id在这 然后读出来的时候 index 你看 图片都能正常读出 都没问题了 现在 只要你做一个删除的操作 那就很简单 我就不需要给大家写了 因为现在 你删除的时候 直到文章id 也直到这个路径 是对应的id 那你就直接把它删掉 就可以了 当然了 如果比如说 其他的地方 也有需要删除 比如说 也有需要上层图片的 比如公告 也需要上层图片 那你别文章id和公告id冲突 所以呢 临时目录下 就是这个目录下 你可以再建一个 存文章的目录 和存什么 专门再来一层目录 文章的目录和公告的目录 或者是上面加前缀 都是可以的 尽量是用目录的形式 这样吧 删除文章 你再删除这个目录 就能将商品的图片删除 所以这个例子能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 你考虑的问题 越多的情况下 那你需要处理的情况 考虑的问题越多 你的处理情况越多 那你的操作越多 那你的代码量越多 如果你只想用一个文明编辑器 好 一行代码 如果想多一个上传的功能 那你再写两个操作 如果想删除文章的时候 再把这个图片都删除 那你再多几个操作 所以就变得这个添加文章 会稍微过于复杂一些 当然了 这里边 这些细节咱们都考虑到了 这里边如果复杂的话 可以把它写到 目录操作里边去 别忘了这里边需要 这个不过滤 温文编器本身是过滤的 这个作用 和中间处理 你看中间如果像这个功能 像这个 如果塞身里面用户没传文件的话 那直接更新去就完了 如果传文件的话 咱们才去把图 文章中的临时文件夹 换到这个下边 然后呢 将图片从这个下边再考过去 然后再清空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接到这里 基本上到这里边呢 咱们对于这个项目来说 咱们的一些难点和你刚开始 要完成一个项目的情况呢 通过这一节课那一些迷茫点 也都给大家介绍了 而其他的功能呢 都是按部就班的增刃改查 按部就班的增刃改查 那 等咱介绍项目的时候呢 我会足够模块的跟大家呢 详细的介绍 里边是怎么开发的 然后你去找一些什么的代码 怎么去 在你开发你项目的时候 怎么纪念这样的代码 和怎么合理安排一下 你自己的一个思路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咱们就就到这里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来生再去 PAP 孙当作人爵 是一学PAP 垂死兵重 精作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头上背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PAP 春年不觉晓 处处学PAP 在庭院做 以密码 再订阅学习 学PAP 祝你寻他千百度 不然回首 大人正在学PAP 并不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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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